你现在听的是元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绿气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气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气 生命资源、健康之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你好,欢迎大家收听元网台的自然聊法与你 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Anna 近期我们发现了 因为文明社会里面 其实我们仍然主要依赖在西伊 但是随着很多不同的媒体去报道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发现了西伊有很多问题 例如在手术的时候会出现医疗意外 又或者可能因为手术费昂贵 甚至令到很多人赔上很多的金钱 甚至在治疗过程里面 所以我们就想借着这个节目去和大家分享一下 除了西伊以外 有没有其他的医疗方法呢 所以我们就请了一位长驻的嘉宾 袁大明医生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方面的问题 而袁医生是一位具有四科专业资格的医生 就是自然疗法医生 脊椎神经科医生 同类疗法医生 和表列中医 你好,袁医生 你好,你好Anna 你好 我刚才有没有讲漏了 你好像很厉害 我知道你好像曾经去过外国去執业 有很多不同的经验 我其实在1987年回来香港 我自己在加拿大都行医了几年 当时我是加拿大的一个注册的自然疗化医生 和注册的脊椎神经科医生 我到1987年回流回来香港 将自然医疗 可以说是第一次带来香港这个地方 在加拿大是否流行 还是因为你发觉香港是需要 所以你决定都是回来帮香港人 香港人帮香港人 其实医疗的问题 首先你所说是很严重的 很多国家都面临医疗费用的破产 你主要在香港最近常常探讨这个问题 那么多人都经常说 就是说我们那个医疗是需要继续融资 医疗的开施不断地增加 亦都请过不是个专家 哈佛来的萧教授 不同的报告出现了 很明显我们文明地方的人 是面临一个很严重的健康上的问题 不单止因为人口老化 其实我们发现很多人的病 不是因为年纪大而增加 其实患病的人的年龄 是越来越轻轻化的 所以在自然医疗 在这个背景之下 在很多国家 包括外国的西方国家 可以说是已经复兴得很快 那为什么我回来香港呢 我知道香港大部分人 对自然医疗的认识 起码在我还没回来之前 是差不多是没有人知道的 什么是自然疗化 什么叫做同学疗化 香港根本都没有人听过 始终香港是我家 虽然我都是移民到加拿大 在那边住了很多年 在那边读医科 读了九年 始终我都想回来香港 是将这种医疗的工具 就是介绍给中国人 所以我1983年就已经回来 在过去那么多年 我这方面都尽量是将这个 自然医疗的讯息 是给香港多些人知道的 所以真是多谢你成为 做我们的常驻嘉宾 和我们分享这方面的问题 那其实 那这么久 我仍然都不太明白 什么叫做自然疗化 那是不是我们 可能吃得健康些 或者改变一下 我们的饮食习惯 那就是叫做自然疗化 就是我们不用吃药 只是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 就可以了 那当然了 其实自然医疗一定是 包括你那个饮食方法 你的生活习惯 那但是自然医疗 就不是 有些人认为 那是不是一种不用 任何的医疗工具 不用用药的方法呢 那 那严格来说呢 自然医疗呢 就不是说你用什么方法 自然医疗是一种医疗的态度 就是一种医疗的哲学 那他这个医疗的哲学呢 就基本上呢 就说呢 我们身体呢 是有一种叫做 自己医治自己的能力的 那我们呢 就是利用一种天然的工具 这个环境啊 饮食生活的习惯呢 是帮助我们的 回复我们的健康 就是这种这样的医疗的态度呢 就我们就 规纳叫做自然医疗 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香港人熟悉的 那个中医的方面 中草药啊 香港人现有的脊骨神经科 都可以属于自然医疗的 那所以自然医疗呢 是一种医疗的态度 那其实这个医疗的历史呢 在历史上呢 可以追索到公元前 400年前的希波格拉底 希波格拉底 是我们供应做西方的医学之父 那但是其实他所说的 医疗那个方法 那个概念的态度呢 其实呢 都是完全是说自然医疗的方法来的 那其实他主要有没有提出 有什么论点啊 或者是怎么样 我不是很明白 就是他说 我知道了 他都说他曾经有提及过 研究过 例如有什么原则 有没有说什么方法 去提出过 那其实他所说呢 在希波格拉底常常都所说 他在医疗呢 医生第一个任务呢 就不要伤害病人 那所以在自然医疗的那个 那个守质 Principal 所谓的原则方面呢 所以第一件事呢 就是你怎么都好 你不要伤害病人 那大家了解到 今时今日的我们一般的流行的 所谓的医疗方法 就是属于西医那套 那其实自然医疗都是西方医疗 这个要大家要很清楚 因为我的医疗的背景 我个医学的训练的地方 全部都是西方的 那所以呢 西医西医呢 其实有很多 某个程度上 一种 一种误导人的 因为自然医疗呢 是属于西方医疗 那所以西方医疗呢 就不只是我们一般人 认识的 所谓 原代的医疗 原代医疗呢 在医学上呢 我们应该是 叫做 对抗性医疗 英文叫 allopathy 对抗性医疗的 但是我们看到了 现时的医疗 一个出现很严重的问题呢 就有某个副作用 很多手术当然 手术一定有它的风险 但是 医疗的 最近一本书 叫做 Death by Modern Medicine 那他发现呢 他今时今日在美国呢 是 导致人死亡的最大原因呢 就是原来 我们一般人 所所用的 西方的对抗性医疗 那所以 自然医疗的 第一个原则呢 第一件事呢 就是不要伤害病人 好了 那第二个原则呢 我们那个医疗 那个力量呢 是由自然界的 拿回来的 Healing power of nature 就是我用自然界的 食物啦 阳光啊 空气啊 水啊 这些方面的工具 来到帮助我们身体呢 是恢复我们身体的 所谓的健康 或者身体的抵抗力 那第三个原则呢 我们医疗呢 就一定要寻求 那个问题的根源 的 不只是医那个表症 现在看到呢 现时一般的医疗呢 那个手法呢 都是对付表症的 譬如你有发烧 他会用退消药 痛的 有止痛药 你发炎 用消炎药 那你也看到呢 整个医疗的手法呢 很多时候呢 只是针对那个表症的 就不是医疗本身的疾病 真正的成因 还有一个原则呢 在自然医疗里面 我们所强调呢 医疗呢 就一定要医整体的 就是一个人病呢 包括他整体的心肤 随多肉体的症状 也都包括他的心境 心情 精神状态 这方面我们也要照顾到的 还有他的生活方式 他人的体质 其实要成功地 处理到一个人的健康问题 或者帮他回复他健康呢 其实呢 我一定要整个整体观 要医全人的 还有一个原则呢 其实医生呢 那个 在一个智原学上呢 医生的意思是 一个teacher 一个导师 医生呢 不只是帮你治好你的病 医生的最重要呢 也都要教导病人呢 是怎样去照顾自己健康 怎样去避免疾病的发生 那这个呢 是一个医生很主要的工作来的 那 最后呢 我们也要了解 怎样去预防疾病 以及提升健康 就是很多时候呢 病的东西呢 如果是及早能够预防 是永远是胜过呢 到真的有时何时才去医的 嗯哼 那医生刚才呢 就提及到 我们医治病人的时候 是医治他的内外 就是可能在一个身体上的表徵之外 和可能他里面的病发原因 跟着还有呢 就是说我们可能是 我们的精神上方面都要治疗 是吧 心情啦 心情啦 大家都知道 压力啦 情绪的压力 或者有些创伤的情绪 那我有个问题呢 就是呢 好像说呢 刚才你说西医就是对抗性治疗 那其实自然疗法呢 都是西医的其中一科 西方的医疗 西方医疗 很多时候有些人说西医西医 那他经常以为呢 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西医 就是所谓流行医疗 其实严格来说 是叫做对抗性医疗 英文叫allopathy 那我想问自然疗法 可以跟我们现在可能有精神科医生的 或者心理治疗的医师 那有什么分别呢 那自然医疗呢 刚才我说 顾及那个人的体质 身体的状态 和他那个精神状态 就是始终一个人呢 有不同的情绪上压力 生活上压力呢 会导致他病的 那当然呢 在现时的医疗呢 都有这一科 那他叫做 心理学啊 或者精神科啊 那这样 那但是呢 自然医疗呢 就不是将他分开的 就是这个精神的病 那你用精神科医生去处理 自然医疗呢 就说呢 其实在医疗整个过程呢 你要考虑多方面的 他那个情绪状态啊 他那个过去的背景啊 情绪的创伤呢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处理 要处理的手法的 那所以呢 我们所谓的整传了 现时西方医疗呢 就很多时候呢 是分科的 专科的 苦产科啊 疑科啊 耳鼻后科啊 那将个人呢 就一够够来医的 那这个可以看到呢 他很多时候呢 是只能够呢 是对付那个 每个身体的部分的表情 而对个整体那个人的 健康的质素呢 其实呢 是做不到的 是办不到的 因为呢 那人呢 是不可以分开来医的 不可以一够够够来医的 一定要整传去医的 那所以你刚才所谓呢 当然 西医都有这种的 不同的部分 都有去处理 但他们的医的手法呢 会找到 那个部分 出现的症状 那你去怎么样处理 那和他用的工具呢 当然呢 和我们那个 中自然医療所用的工具 都很不同 哦 明白了 那就是 其实可能我会觉得 就是我这样看呢 就是因为他们分科分门 那可能有时呢 就会找不到根源 或者不够全面 对个病人来说 对吧 是 没错 那其实在多伦多大学呢 最近前 都在我读书的时候 那当时呢 是多伦多大学呢 有一位社会学教授呢 都曾经呢 是检讨过 就是他去检讨当时的脊骨神经科医生 和西医那方面的不同 那他当时的那个批评呢 都认为呢 一般的西医呢 他们就将个人呢 是一分分支来到医院 叫做tuncated medicine 那很多时候呢 一个医生 一个医学学生呢 他是很少接受一个 很全然的医疗 那个训练的 那么 那他进去医院呢 往往都是急症啊 创伤性的问题啊 都是一块块的 那反而呢 他当时的批评呢 在脊骨神经科医生呢 是比较全面一点 和全人方面的态度去看病 而西医呢 那个缺点呢 就将个人呢 就分支来到医院 那所以都解释到呢 为什么那个医疗效果 是没有那么好的 还有很多 出现很多副作用的问题的了 哦 明白了 多谢你的解答哦 那我现在经常都觉得 自己很年轻 不是很老吗 那很健康啊 那真的看下去 又没有病没有痛了 那是不是很健康呢 其实 那刚才你说 如果要 精神上都要是 正确的 才是健康的 那我觉得很开心 那是不是健康的呢 那其实呢 那今天呢 我们呢 为何我们出现那么多医疗的问题呢 那其中一个很重要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一个医疗消费者呢 往往呢 都不是真是很清晰呢 他的目标是哪处的 就是很多人 会去找医生按外发烧 那最好是找医生呢 就是帮他退了消 或者他经常咳嗽 那他就会用这些方法呢 你可以看到整个医疗问题之所以出现 大部份的病人或者医疗消费者 永远都是搞不清楚 你去看医生的最终目的是怎样呢 一般当然表面上都是以为去处理了病症 但是处理的病症和提升的健康是两种事 根本时候大部份人在医疗上很少有一种所叫健康的定义 什么叫健康呢 其实医疗消费者最终要了解 其实他是要寻求健康 如果他的目的是寻求健康 我当然一定要知道 到底是健康是一回什么事 健康的定义是怎样呢 既然你自己目的都不清楚 你今天没可能找得到 到底什么叫健康呢 健康的定义是哪里呢 我用世卫组织 世界外分组织 在这方面做一个很清晰的 对健康的一个定义 健康是一个 身体情绪 和社交一个 一个 如意的状态 就不是说 没有病症 没有病就叫做健康 这个就是那个 我们世界外分组织 对健康的 那个定义 当然 希波格拉底怎样看健康呢 健康是一种平衡的状态 就是我们那个那个精神身体和外界的平衡 而 执病呢 是我们这个 平衡的 和谐的自然的和谐 是受了干扰了 那好了 根据希波格拉底的 的看法呢 那我们的 医疗呢 一定是 想办法呢 是令到身体呢 可以维持到 他这个 那个 平衡的状态 那最后就是用一些 天然的食物 去处理得好 用一些化学的药物 去干扰身体 好了 另外一种解释 就是 什么是健康 健康呢 是一种 一种 自由的状态 就是身体 没有病没有痛 或者 情绪方面 是有一个 情绪的 我们叫做 freedom 没有什么 情绪的困扰 或者 在那个精神状态 那都是一种 很平和的 一种的感觉 还有 在精神状态 是一种 无私的状态 那这些呢 可以这么说 就是真正 健康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我下次 都不会再 轻地说 我妈妈叫我喝汤 的时候 我很健康 因为我终于明白 原来要 考虑到 不同的因素 好 跟着之后 刚才 我们 有时 我 病了的时候 其实 刚才你又说 那些人 又不太知道自己的目的 其实 有什么叫做 病了 是不是我觉得 不舒服 就是叫病了 其实 为什么我们要探讨 什么 什么叫病 我们为什么会病 因为 如果我们不了解 那个病 那个真正 那个背后真正的意义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那个 处理的手法 就会有 会有问题 简单来说 我们身体 刚才所说的身体 是有一种 自我调节的力量 这是我自然的肯定 我们叫做生命力 或者叫 vitalism 我身体 是有自己调整自己的能力 当 我们的外界的 或者 内部的 情绪的 因素 或者 总之 一种外面的 一种外来的 刺激 是 干扰我们 身体的平衡 这种反应 这种反应 在一般人的 现时的 一般人的 形式 现时的医療 就认为 这些就是所谓的 病症 简单来说 如果你吃错东西 你身体 怎样来到 帮助你 保护你 第一时间 起码 不好的食物 就从它 吐出来 发发脆脆 吐出来 或者可能 吐不及了 已经吃了下去 进入了牆壮 很深入 我才开始知道 这是一个问题 食物 我们身体如何处理 我们唯有 用瓦的方法 将它製造很多水分 将毒素 排出 或者如果我们的 呼吸系统 受到刺激的感染 打一瓶 什么都好 我就打瓶 第一时间 最快手打瓶 好了 如果打瓶 还未清得 清得 下一步 怎样呢 我们就会用 留下鼻水 伸下鼻梯 将它流出来 其实真的好 很明显 身体 这些表面的病症 呃呃呃呃 其实都是我们身体企图保护我们 这个概念 很重要 很重要 如果我们不了解 这个所谓病症 其实是身体 我们保护自己的机制 我们的医疗手法 很多时候 就会错误地 对付 和身体的 自我调节 机制 抗衡 除了发炎 我们通常 如果是身体受了伤 或者扭伤 通常会有发炎 又肿 又痛 又不能移动 对不对 其实 身体为何会发炎 因为身体知道 我们身体 发炎的地方 是温度会提升的 我们知道在化学上 如果我们的温度提升 我们的新层代謝 我们的生物的变化 会快很多 基本上如果我们的温度提升10度 我们的新层代謝 是快成一倍 很明显 在一个受伤的状态 如果你用平时的速度去处理 可能要很久才能痊愈 身体就会令到你发炎 将温度提升 身体就会加速 调理的方法 我明白 我喜欢怎样发炎 要整体感染 我们身体如何处理 整体感染 我们就用法师的方法 又是 当免疫能力 未曾真正完整 树立的时候 他唯一的工具就是发烧 所以你很多时候发现 宋文仔是 比较容易发烧 成年人就比较少 老人家就更加少 原因就是 我们身体 即是 宋文仔 他处理 抗病的手法 用抗体 或者白血球 这些其实都未曾 锻炼 成熟 所以他只能够 用一种最原子的方法 将身体体温 是增加的 好了 你要了解 为什么我们要病呢 我刚才问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的病 我们之所以病 因为我们的身体 需要 调节 自己的 因为有外面的因素 干扰 我们 身体要化罪 条理 这些所谓的 表面的症状 反应 其实我们一般人以为 误到 以为 这个就是病症 我明白 其实那些是说 即是他们发出一些 信号 其实是 治疗 我们里面的 叫做病菌 是吗 所谓病症 其实就是我身体 调理自己的手法 OK 我想问 另外 刚才你说 提到 我发烧 令我想起 通常 我们爹地妈妈会 立刻 敷冰在额头 这个是不是 不是 对 是对的 我知道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记得 他们小时候 如果他遇到 病 有发烧 很多时候 家里都会叫他 蓋棉胎 焗一身汗 我相信很多 年纪大一点 他们都记得 童年 家里用这种手法 多一些 加速 加速了他们的 新层代症 或者加速体温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既然 认同 身体 用那个 提升温度 来到医病 其实我们都知道 当我们温度提升到103度 我们白血球 吞着 所谓细菌的速度 能力是最好的 明白 为什么我们以前有这样的 做法 因为很明显 我们过去经验 是教给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 将身体 焗出一身汗 我们 烧就会自然会退 这个是 帮助身体 很聪明 身体要发烧医病 你没有跟身体作对 你要加 加强他的热力 你会被蓋 更加热 更加热 他就 温度提升到 足够 处理了这个问题 身体就会 新症好 好了 但今时今日 我们个人 对身体 所谓病的病症 有很多错误的观点 譬如我们用冰枯 用那些 退烧铁 退烧铁 你会看到 身体 只是可以跟身体作对 我以后 大家可能会再和大家 探讨一下 近年来的 科学的证据 已经证实了 发烧是我们的朋友 发烧不是我们的罪人 我还有个谋误 不知道是不是谋误 如果发烧 小朋友 很多时候 小朋友 大人的经验 小朋友 发烧之后 似乎他人长了 而且他好像 开销了 就像我曾经所说 温度是会令到 你的身疼代謝加速 当然你睡觉的时候 他人都睡在这里 不会经常走来 不会经常 踩踩踩踩踩 事实上是真的 这是一个人 真正观察到 观察到的 可以量度 真的可以量度 之后 他人是长了 很明显 身疼代謝加快了 骨头 脚与骨头 成长的过程 都加速了 所以 很多时候 我会见到 沙文仔 烧一次 就涨一次 烧一次就涨一次 哎呀 我想我 以前 发多一点 少了 那你已经够了 你已经够了 高了 但是 真的是 然后 刚才你 就说了病症 其实 我们现在 经常都说 有病有病 知道有什么病症 我觉得 我还想知道 其实 为什么会病呢 有什么原因 我刚才所说 那个病的原因 因为我身体一种 条理 之所以有病 因为我身体需要 条理 是吧 扭窗 跌窗 扭了柴 你的身体 脚会痛 痛的症状 告诉你 那里有问题 在哪里 如果你不会痛的时候 你根本也不知道 问题在哪里 是吧 痛是否令到 你不敢再搞 所以 扭伤脚之后 它会痛 它会肿胀 肿胀之后 你的脚 是否不敢再动 是否已经受了伤 已经扭伤了 脚了 你当然 在那个时间 你当然希望 不要再扭 不要再扭 而且 它胀了之后 令到 可以说是 打了石膏 你那个 关节 动动 范围 会减少了 避免 你再 拉伤 所以我曾经所解释 所谓的病 所谓的 一般所谓的病 扭伤了 发炎 发烧 瘀 吐 全部其他背后的目的 是怎样呢 是想将我们的 问题 徹底处理 OK 我明白了 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作为一个医疗消费者来说 我们有 有什么层面 或者有什么方法 可以知道自己 是不是 医疗服务 是对不对的呢 我曾经所解释给你听 现在的文明人 遇到的健康问题 就是很多慢性病 可以说 在文明地方的人 大部分的病 都属于一种慢性病 可以说百分之七十八十 都属于慢性病 我就开始 想了解 为什么我们的慢性病 是越来越多 其实原因就是 慢性病 其中一个出现慢性病的原因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当我们身体遇到急性病 就是我曾经所说的 吐、发烧、吐伤、发炎等等 遇到这样的症状的时候 我们往往我们医疗的手法 是对一种 抑制性的手法 就是我们不是帮助身体 我们是跟身体作对的 那就是说 我身体是想自己调理 但是你用一些药去压它 用一些手法去抗衡它 那结果身体说 我想自己医自己 你不单止不帮我 你还慢慢和我作对 那结果很多时候 由急性病 慢慢变成慢性病 那么很多时候 呼吸系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可能大部分 很多呼吸系统是一种敏感的因素 多过伤风感冒 因为一般伤风感冒 一个礼拜到自己会好 那你会发现 经常打车 经常流鼻水 流鼻水 鼻塞 其实很多时候 这个都是一种 一种 急性病 一种敏感病 那如果我们的处理手法差 经常去抑制症状 那将一个表面的鼻 鼻歌喉咙 那个口鼻的那些病 抑制到去到那个气管 那往往就这种的问题 这种呼吸 上呼吸敏感 会变成下呼吸的问题 就是哮喘 那哮喘是一种慢性病 就是它不会自己 不会自己自动好的 那我们解释 为什么现在 这么多人的问题 是这么多慢性病 其实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 我们是不懂得处理急性病 是将急性病的症状 是硬要拿药去按 用手法去按 那搞到身体 就不能够 调理自己 于是他就处于一个 慢性患病的状态 这个是解释到 为什么我们今时今日 医疗的问题 是这么严重 因为 慢性病和急性病不同 急性病 你不理它 自己会回復的 慢性病 就是说你不理它 它自己不会回復的 如果越来越多人 由急性病变到慢性病的时候 而他自己越来越来越多人 他自己不会好 那解释 为什么医疗会破产 因为你医一生 都不会医得好 明白 那我们其实 都要很 很小心 或者去明白 我们自己 又不是 只是医生 我们自己都要明白 一下 其实医疗的原理 这样才可以 为自己找到 合适的 医疗方法 我想大家 可能都需要 少少时间 去消化 或者去 理解一下 因为可能 有一些 很新的概念 对我来说 我自己都觉得 所以 我们可以 休息一下 一会儿的app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 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 28824848 网址 www.h-e-a-l-t-h-s-h-o-p.com.h-k 好欢迎大家又回到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又是我 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Anna 和我们的 袁医生 你好 Anna 你好 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很多不同的关于医疗或疾病的基本概念 刚才说到很多人都会 我们已经明白了什么叫健康 也有什么叫疾病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问题 因为那些人 只是知道治疗了他们的短期的症状之后 但不知道其实可能他们的病源在哪 所以我们 应该 我们应该要 想一下 为什么会有疾病的成因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新老病死的人都会有病 到底真正的病的起因在哪 在自然医疗的观点去看 其实我们的病的主要成因是两个 第一是毒素内聚 第二是营养不良 当然我们有所谓叫做 床伤 这些都是一个致病的因素 也有时候是我们天生有些缺陷 或者有些遗传的弱点 但这些所占的 病的真正的成因是属于很少部分 真真正正的之人所要的病是叫做毒素内聚 和那个 营养不良 什么叫毒素呢 我们了解到 今时今日我们的 空气 环境 水 食物 我们那个 周遭的 是有很多毒物 我们的泥土里面 其实所种出来的食物本身也有很多毒素 我们的身体可以这么说 对于 容忍的毒素其实有个局限 今时今日大部分人的身体都有不同程度的毒素 但当这个毒素是多到 包含不了的时候 那么这些毒素就会满血出来 于是乎 就出现很多所谓的病症 那么 我给个例子 我有一位同学 在 在 Trinator 他有一个 他开很多药店 就像香港的 Watson 市 他有很多这方面的 药 药 药 他说 每当卡连华会之后 过后 很多伤风 很多伤风感冒 他不是因为天地变 因为传染 主要原因就是在 卡连华会的时候 很多人是大饮大食 喝酒 暴饮暴食 那么可以说 身体的毒素量 增加了 那于是 那些人 就会 因为这个毒素 食物的因素 搞到身体 是病起来的 在外国 在很多年前 亦都企图做了一个研究 了解 为什么会有伤风 他就 请了很多年轻的 那些 志愿的人 做实验 那他就可能 冬他 濕他 淋他 那就是 用很多人 一般以为 会令到你伤风感冒的方法 来到 即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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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 那么 他们 不会因此 而伤风 那于是 就 那个感恩节 大家放假 感恩节 大家回家 大家知道 感恩节 很多家庭 都是用 大饮大饿 丰富食物 那 发现很多时候 感恩节之后 他们伤风的比率 是高了 那就是 很多时候 所以 导致这些病 不是因为 冻了 湿了 很多时候 是因为身体的毒素 内聚多了 大饮大食 喝酒 可能 这些生活方式 过夜 休息不足 这就代表他们的病 所以 自然医疗的观点 其中一个很主要的病人 是毒素内聚 那 当然 如果我们了解到 毒素内聚 是我们那个 知病的因素 那我们处理的 疾病的手法 都是用不同的程度 去排毒 那譬如我们用清肝 那个清神 琳巴排毒 大腸排毒 用那个碗腸水疗 我们知道 腸癌是第二大杀手 香港的腸癌是亚洲 最高的 那我用很多这种的方法 养分疗法 女性就因为 每个月有排阱 所以女性 为什么 会被男性 平均长寿 四五年 这个所有 民族都是 不论你是 黑人 白人 黄种人 那我企图都 想解释 为什么 女性 是平均 比男性 长寿 在自然医療的 一种解释 因为 女性 有定期排毒 经期 其实是一种排毒的手法 那我们 最近也了解到 我们很多时候 身体的 铁质 含量高 的时候 我们那个身体 成为一种 一种游离机的破坏 那会破坏我们身体健康 因为 女性有每个月的定期的排阱 是将 污血与乙血排走 所以她身体是有一个 每个月的排毒的机制 所以因此 他们会 长寿个男性 好了 那营养不良 我们都会说 怎么会营养不良 今天食物那么丰富 我们吃的东西比以前我们多了很多 但问题 食物的 多不是代表食物的营养好 因为食物的基本营养是我们的泥土 那我们现时的用一种大规模的 用化 用那个 化疗 用很多杀虫药的 种植的方法 我们食物里面的营养有很多微元素 是根本是没什么 在我觉得做过一个 很多方面的研究 他发现一般平均普通的人 如果你 由他那个身体验他血 你发现 其实他很多的基本的维他命 抗物炎都是缺乏的 所以 解释到 今时今日 我们这些人之所以 主要的病的因素 都是 毒素内聚 营养不良 所以在我们的自然医疗那个医疗的手法 都是这样 用不同的手法 帮他排毒 或者是用 营养的补充的方法 其实我们很多很多病 都用这个方法 是处理得非常之好的 包括 情绪病 精神病 发现 在外国最近加拿大发现 有很多的 所谓 情绪抑鬱 Bipolar 狂妄症 这些 或者强迫性的行为 这些很多 其实都是因为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 长期的 慢性 营养不良 是导致很多 疾病的 成因 我想问 如果 我们已经知道了 很多病的成因 都是因为 毒素内聚 我们自己 除了去看 在医生之外 还有什么方法 在 不是 积聚得很多 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方法 可以是 自己去 去排毒 排毒的方法 相当之多 这个我们 或者我们在 我们将来的节目里面 我会详细 教你如何用 不同的排毒 大家也听过 清肝 用那个 瀉盐 和橄榄油 来饮服 是一种 24小时的清肝排毒 水疗 木浴 淋巴推动 干擦 都是一种 排毒 将来 我们会找一个 特定的时间 我们会详细 跟大家分享 排毒的方法 怎样去做 或者详细 解释给你听 我们今天 或者在集中 讲那个医疗 治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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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原则 因为如果我们 那个原则不清晰 我们很容易迷失 我们会被很多医疗的技术 误导我们 其实 有时候会说 作为一个病人 作为医疗消费者 当然香港的环境 很多人都是 只会体西医为主 当然现在中医被承认了之后 中医都成为 一般人都想会去看 香港亦都有 医疗神经科医生 大概都有一百多人 这些是香港现时 注册了 这些在外国 西方国家 都是一种注册的医疗人员 但是 始终 作为一个医疗消费者 他看什么医生 每个医生有 他的手法 都认为自己的方法是最好的 但是有什么客观的方法 是帮一般的医疗消费者病人 是可以做出一个 一个准则 就是我的方法 是否应该是最好的 或者是最好的 那我们怎么去衡量 他又没有什么医疗的医疗 医疗的知识 他对草药也不太懂 对西药 化学药更加不会明白 我们怎么有什么准则 其实作为一个医疗消费者 他起码要有几方面的形式 第一我们要了解 其实医疗有四个层面 不是就这么医 其实有四个层面 哪个四个层面呢 第一个层面 我们叫做舒缓的医疗 舒缓医疗之后 你有问题 有病征 你去做一些东西 或者服饰一些药物 天然也好 化学药物也好 你的病征会舒缓 但是舒缓医疗之后 你的病征是舒缓了 但不会根治 会常常犯法 会常常犯法 例如有些人头疼 吃得亚时不灵 在当时 大部分情况下 早期 头疼会舒缓 但是 他的头疼不会 因为吃了亚时不灵 以后也会越来越少 可能会越来越多 这个概念是否像特效药 特效药的意思是 特别对问题有效 有效的程度去哪里 其实不是特效药 总之舒缓医疗 你做一些东西 令到你的症状暂时舒缓 但这个问题是没有彻底解决 明白 这叫做舒缓医疗 比如有时候你的肠胃不适 你吃些 抗酸药 或者吃些 就算草药 薄药 薄药油 这会帮助 但是 如果你的问题 不会因为做了这件事 伏成这些 药物 天然 或者非天然 也好 你的症状永远都会 重复出现 这是一种 舒缓的医疗 不是一个 最终彻底 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起码你了解一下 有一种叫做舒缓的医疗 明白 第二 但是这个医疗呢我叫做抑制的医疗 英文叫Suppressive therapy 或者Suppression 抑制的医疗就是说 在医疗的过程里面 你的表面的症状是被他压了下去的 但是 你换回来的 是更加严重的 内在的更加严重的 平静 简单来说 比如 一个小朋友 早期 很可能有些皮肤的问题 那你用一些药膏 或者 类固醇的那些去压 慢慢地他开始有呼吸系统的问题 那你可能经常用抗生素 或者用那些 就是那些 有类固醇的东西去压 慢慢地他变成了酵喘 由一个皮肤的问题 或者中耳然的问题 不断用抗生素去压 确定的症状 那些症状没有了之后 你换回来的是酵喘 酵喘是会死人的 以前 酵喘不会死人的 但是因为近年来 用很多的酵喘药 是那个酵喘药的反弹副藏 让那些人死在酵喘 我亦都 最近都听过 有我们很认识的 赛车手 在上海 有一个 基本上是 身体还好的人 都会死在酵喘 我们都记得有位 很出名的歌星 是 特务喘药 他都是死在酵喘 其实很多人不了解 过去 我们未有这些药之前 没有人死在酵喘 有了这些 所谓抑制酵喘的药 有些开始死在酵喘 所以 你可以看到 本来可能一个 表面的症状 慢慢地 深化 变成 一个 内在的 更严重的症状 这个治疗过程 我们叫做抑制医疗 就是 你将病症抑制 换回来的 是更加严重的病 很多时候 你会看到 小孩早期 可能会 化烧 流鼻涕 伤风 但你会看到 他虽然有这个症状 但他整体的胃口 没有什么改变 他身体的 精神状态 体力 没有什么弱 但是 如果你是不断用一些 抑制式的医疗 或者用抗生素 去禁止 或者退销 他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 他的病 是会 不断地重复出现 还有 他将来病的时候 他情绪会受到干扰 他人闻疹了 哭了 胃口又差了 我明白 是不是好像 人家说 可能情绪病 或者医医医生 被药去吃的时候 可能只是令到 他们脑部运作 慢了 而不是真是 治疗到他们的 问题 那个问题就是 你可以看到 怎样的医疗也好 我们始终觉得 有些病症 是比较表面的 皮肤的问题 是比较表面的 你皮肤问题 不会死人 OK 但如果你将它 抑制 抑制到 呼吸系统的 气管收缩 你会死人 如果你普通的 表面的病 处理都不好 变成心脏的病 这个会死人的 那就是 病位 由表面 那个 部位是多的 皮肤多的 骨落 肌肉是多的 走入身体肺 或者肝 或者那个 心 那心 是一个 单一 是不是 我们那个 脑袋 都是单一 那就是 如果我们发现 病位 由数量多的 变成数量少 或者由表面 维持的 器官 走到 深化维持 那我们可以说 病位 是 显示 其实我们的身体 是越来越差的 那就是我们接受的医疗 是不单止 没有令我们更加健康 是令我们更加健康更加差的 那这种的现象出现 我们就叫做 抑制性的医疗 OK 好了 那第3类的医疗 我们叫做 取代的医疗 就是 简单来说 例如你那个 有膝头关节 然后 有痛 发炎 那不断 吃那些药 去按 症状 那不单 你那个 关节 那些 骨的组织 不会越来越 越好 反而是 越来越严重 那最后 就唯有 就用开刀 来到 将那个 换了 关节 那么 宽关节 膝头关节 是一个很常见的 就是会换了 或者 你甲上线有问题 或者甲上线 那个 过度回药 Hyper Firoid 很多年轻 30-40岁的 女性 比较多 一般西医的治疗 都是用一些 去按 按之后 可能用那些 所谓有 幅射性的 电质 幅射性的物质 起码 即是用敷射杀死 电死 他 或者割了 很明显 割了之后 那怎算好呢 夹上线素 是我们身体 必须要荷尔蒙 你不可以没有 对不对 它不是吃 它是用荷尔蒙 OK Firoxin 即是说 你的身体 因为治疗过程 令到你的身体 不能够再製造荷尔蒙 那你唯有 就用取代性的医疗 就用 Firoxin 这种荷尔蒙 代替 女性很多时候 在更年期之后 过去 很多女性 被医生劝服 吃荷尔蒙取代药 叫做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最近发现 在外国 起码有一个资料 有1400的女性 是正在告 正在告荷尔蒙 因为发现 用这些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的后果 患乳癌 和用子宫癌 是大大增加的 这些医疗 你的身体 根源期之后 荷尔蒙少了 怎算好呢 我就给荷尔蒙 取代你身体 这种的医疗 叫做取代性医疗 就是第3个层面 最后的医疗 叫做 再新的医疗 regenerated therapy 再新的医疗 正确的医疗 应该将你的 有问题的器官 维修到 可以回复正常功能 譬如你甲上线有问题 医疗之后 甲上线功能回复正常 就不是割走 不需要割走 而要吃那些 甲上线素 成一世 如果你的关节 室关节有问题 你应该医疗之后 假如医疗之后 你的软骨会生 你的润滑液 能够回复 足够 你可以正常地走 就不是用金属的关节 帮你代替 代替 这种医疗 秀缓医疗 抑制医疗 取代医疗 和再新医疗 这四种医疗 你认为 作为一个医疗消费者 你应该 希望得到哪个层面的医疗 我当然希望是第四 最好明显 那你最希望 避免是哪一种医疗 我觉得是第2 就是你不想 抑制性医疗 不想把表面的病征 搞到深入的病征 更加致命的 伤心 人类的 器官受传 好啦 那就是作为一个医疗消费者 如果你具备了这种 基本的常识 你不论你看什么医生也好 中医也好 脊骨神经科学生 自然的法学 西医也好 什么专科也好 如果你 最后结果 你是要 那个病征 是要长期要吃着那些药 去按那个病征 而由一个病征慢慢地 就变成两个病 三个病 四个病 那很明显 你的医疗 那个方法 是错误的 那你应该 回头事案 要好心 应该 整传点去了解一下 这个四个医疗原则 加上我曾经所说的 什么叫做健康 是不是 健康的意思之外 最后 逐点讲 吃得睡得玩得开心 OK 如果你那个医疗的过程 是令到你变成 吃得睡得玩得开心 那这个就是正确的医疗 如果你最后 就是指一个病征 要用药去按 然后按出其他病征 又要用多些药 你越吃越多 你从来都没有 脱 那个药 虽然你叫病征受控 但是这个体质 就是 没有了那个 自由 No freedom You know Freedom from pain Freedom from physical discomfort 你没有 你完全要依赖这些药 你才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很明显 这个不是一个 健康的迹象 所以 作为一个医疗消费者 第一 我要了解 什么叫做健康 第二 我要了解 急性病 和慢性病的分别 我们是处理急性病的时候 千万不要对付表症 你一定要医病的根源 病的根源是毒素内聚 和营养不良 如果你的手法处理得好 你的身体健康真正会提升 你表面的病征会慢慢越来越少 当然 再和大家分享 4个医疗层面 舒缓 医疗 抑制医疗 取代医疗 和再生医疗 作为一个精明的医疗消费者 我们当然希望 医疗方法 令到你的器官 你的身体 重新真正康复 再生的医疗 才是我们 所以应该追求的 明白了 我想 大家有听的 刚才听到上一节的听众 都会明白 原来 除了去看医生 给医生医 其实我们 有很多 很基本 或者 医学原理 都应该要自己 认清楚 否则 很多时 很难找到合适 或者 其实有时 是不合适的治疗方法 反而对自己 身体更加有害 我们刚才提及到 很多时 都是因为 我们的对抗性治疗 令到我们 有很多 出现了 很多 不同的问题 所以 其实 我想问 就这个对抗性治疗 和自然疗法 两者之间有什么分别 这两者的分别很大 我们再给大家更多提示 在医疗的层面 我们怎么知道病征是好呢 其实这个很重要 在一个直接的医疗过程里面 其实在一个自然医疗里面 有一个治疗 和疗法医生 他就定出一种叫做 Hurling's Law of Healing 在我们的医疗里面 如果有这些发现出现 这个症状是代表你的人很紧 他有 他叫做Hurling's Law of Healing 有六个医疗的定律 或者观察到的现象 他说当你的病征的病位是由身体的上方向身体的下方移动 例如你初初可能皮肤的问题是在面部的 那你的医疗过程面部的皮肤问题一路一路舒缓减少 但是向下走 那其实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方向 就是你身体是向全域的方向走 虽然那个病征还在 未走得完 这个一定要接受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因为始终病的事情 尤其是慢性病 不会说立即要一医就立即消失了 当然有够机会 但如果你发现病位 由向上方向下方移 或者由身体内部向外移 这个现象很多时候 我看处理那些童年的生命病 那些麻疹 水痘 这些这样的病症 很多时候 当身体的水痘 可能不适 疲 闻疹 发烧 他不舒服 但接着你发现 那些红疹 出现了 水痘出现了之后 那其实是毒素 是由身体的内部 发了出去 外面 然后你会观察到 沈蚊 整体上 其实是一路舒服 虽然他当然会 癌痕之外 那之后 当毒素 由身体内 爆出到体外皮肤 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OK 不要太害怕 不用害怕 因为始终身体要时间 去把毒素排走 如果不了解这个方向 你看到皮肤有时 就用油膏去按 结果将病毒 又迫入 所以这个概念 很重要 第三 我们的病位 由身体的 中间的位置 向四肢去走 很多时候 你的痛症 很可能是 脊椎痛 接着 肩膀痛 接着 手肘痛 手腕痛 手指痛 如果你的关节的问题 观察到这种转移 其实你的身体 是向好 那方面 不要急 哎呀 我本来的手 手肘一点都不痛 给你治疗之后 把手肘都痛了 以为那个医生错了 去了 又 换医生 或者用其他方法 其实你根本 在好的时候 你就中断了 你根本好的机会 就很难有 反而更难了 没错 因为 可能另外一位医生 不知道他的病例 或者情况 不知道这个概念 他用一些方法 将他又扭转回他 好了 还有一个观察到 就是叫做 先离后去 先 离开 最先离的 就最后去 哦 那譬如我用 刚才的例子 譬如 一个小小小 可能是 皮肤问题 或者变成中烟炎 然后慢慢的 喉咙痛 然后是 烤喘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治疗烤喘 那时候 他可能烤喘 先走 然后呢 中烟炎 又走出来 然后呢 最后呢 皮肤病 才又走出来 那之后呢 最早的皮肤病呢 出现 是会最后走的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概念的时候呢 你又觉得 哎呀 医生有没有搞错啊 我以前的病好 就好了 又被你吐出来 医生做错事了 医生又离开了之后呢 结果呢 又失了 真正康复的机会的了 好了 那还有一样东西 我曾经也提及的了 当我们的病位呢 由身体 重要的器官 转移到身体 没有那么重要的器官呢 方向是对的 什么叫重要的器官呢 单一的器官 心臟 即是没得移植 没得 只有一个数 只有一个 一个 那个壞了 就完结了 如果当我们发现 我们身体的器官 由一个单一内置 保护得很好的器官呢 慢慢走出我们筋肌肉 骨骼 关节 皮肤的时候呢 我会知道这个方向 是对的 最后呢 我们的医疗呢 我们经常说整传医疗呢 是要顾及到身体 情绪 和精神状态 都是回到三个主要的 没错了 你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呢 现在我们的精神病 情绪病 越来越多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因为我们处理那个肉体上的病呢 手法呢 是错误 是抑制的方法呢 变得很多时候呢 由那个身体的病呢 慢慢地 演变成了一个 情绪的病 或者精神状态的病 精神状态的病呢 就是很多 幻觉 恐惧 好像人家要谋 这些这样的症状呢 其实是一种精神状态的症状来的 那么如果我们发现呢 当一个人由肉体的病 慢慢加上情绪病 精神病呢 我们很明显呢 这个病症呢 病患是越来越严重 他就一定呢 就要扭回头 想办法扭回头 那么这个呢 就叫做 Hurling's Law of Healing 好了 那么这个一个 这个原则很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认识这个原则呢 你想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呢 你根本就是很多时候你会迷失的 你只是会靠呢 病症消失 病症禁得快 你就以为这个方法好呢 其实呢 最终最终呢 你会得到一个慢性病 还有一个概念 我们的身体健康呢 就不会呢 就是 一线直落 或者医療的时候呢 就突然之间好 就算你遇到意外也好 很多时候呢 在意外的期间呢 你可能身体会 转暂性的症状会舒服一些 可能他不觉得痛的 虽然可能骨头都会断 我最近没有一个 云会 香港一个 一个单车的选手 跌到连肋骨都会断 是 他都可以继续去的 他继续引导着痛 因为肾上线造 会加强了 那我们发现呢 很多时候就算意外创伤呢 病症呢 都不会一直下降的 都会 跌下 停留下 好一点点 又再跌下 又停留下 又好一点点 所以在治疗过程里面呢 我们不要要求呢 我们的病 病症呢 身体呢 会直线的 一路一路一路 平铺 很顺利 一路的症状 要改善的 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会好一下 跟着停留了 滞留了 或者差了一点 跟着呢 你要转一些方法呢 就继续将它 慢慢慢慢提升 所以我们说呢 我们的所有的病呢 是一个周期性 即是一种 一种 Psychical nature 如果你不接受这件事呢 你经常要求医生呢 一定要治疗你呢 述迹先上升呢 基本上呢 你很难会 真真正正正的 找到一个方法呢 是真正最后呢 将你的健康呢 全部全面提升的 终于明白了很多 关于这个 医疗上升 作为一个医疗消费者 是你要具备什么的常识 你才有机会呢 是逃出现在的 慢性病 医疗破产 这个困境 是的 因为我觉得呢 可能我们经常都会听 一些不同的节目 或者 部章集图都要分享 一些 健康的常识 要吃什么 吃什么维他命 怎样 饮食的方法 但是我们 很少人会去了解 或者深入去探讨 最根本的 病的原因 或者是 我们怎样有什么方法 去教我们 去选择合适的 治疗方法 我觉得很精彩 但是呢 今集时间 就差不多了 好多谢袁医生 和我们的分享 而下一集 袁医生你都会回来 和我们继续分享一下 没错 我会继续 和大家分享 很多 除了那个 怎样教你 作为一个医疗消费者 怎样保护自己呢 其实有很多 非常之有效 安全的工具 我们在将来的节目里面 慢慢慢慢的 再联络 和大家分享 好多谢 多谢袁医生 和各位观众 拜拜 你听着的是 愿网台 我是《不能说的真相》 主持 钟原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 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 25773798 网址 3w.naturall.com.h